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小秋 是我 立川 立川 怎么了 你在干吗 我 我在图书馆看书啊 这么用功啊 考试不是结束了吗 考试是结束了 可是学习没有结束啊 工作人员请注意 由长出风向开来的 K754列车 马上就要进站了 列车前一号展开 图书馆怎么这么吵 接车 那个 旁边有人说话了 你 你今天怎么样啊 今天忙不忙啊 还好啊 其实 我一个同事的电脑 种了病毒 我昨天晚上 耗载给他恢复资料 帮他找回来 现在 基本上可以喘一口气了 那 宾馆有没有牛奶啊 没有鲜奶 但是对面就是商场 我已经买了好几瓶 放在冰箱里 那你要注意看保质期哦 就是过期的牛奶 千万不要喝 听到吗 我知道 各位旅客 请注意 各位旅客 请注意 开往海口方向的K511次列车 现在开始 小丑啊 你到底在哪里啊 我 我在火车站排队买票呢 火车站 你排队买票 我昨天就来了 你排了一个晚上啊 不过 那个因为队有点长 然后人有点多 但我今天应该可以买上的 小丑 你现在赶紧回学校好好休息 我叫我的秘书 帮你买一张机票就好了 不用不用啦 我应该马上就能排上 今天肯定能买到的 小丑 李川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手机没有电了 那个 我先挂了啊 拜拜 喂 小丑 喂 怎么了 你好 你好 姑娘 你这要回家呀 家在哪儿啊 家在昆明各就 那不是要坐了火车 还要转汽车啊 反正挺远的 你怎么来这么远的地方上学啊 哦 喜欢上海 哎 不好意思啊 eenth 你说她 乱出来了 嗯 diet 不好意思 还对啊 大哥 坐吧 谢谢你啊 没事 可以坐吗 这可以坐 坐 谢谢 谢谢 姑娘 熬了一天两夜 你就吃这一碗方便面能行吗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这票呢 这个春莹真是让人伤不起 除了买票排队 上个厕所 打个热水都要排队 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我们穷呢 要是有钱人啊 买个机票就走了 我想买两张卧购票啊 我老婆都舍不得 姑娘 你有什么有趣的事 说两个听听吧 有趣的事 那我给您备手诗吧 行 张三李四满街走 谁是你情郎 穿帽在头 杖在手 草鞋穿一双 没了 没了 这算什么诗啊 穿帽在头 杖在手 随便编的吧 不是 这是英国的著名文学家 莎士比亚说的 你说的是他吧 立川 让一下 让一下 你怎么回来了 你昨天晚上跟前天晚上 就在这里买票 对啊 不过也没什么 时间很快的 再说你看这么多人 又不是我一个 对吧 你厦门的事情忙完了 还没 其实上海到厦门 只要一个多小时的飞机 我先送你走 我再回去 那你是特意为我赶过来的咯 如果您今天 正买不到票的话 你就得听我的话 坐飞机回去 今天不会买不到 今天肯定能买到 买票了 买票了 你看 你看 买票了 慢一点 麻烦给我来一张开气球的昆明三平号的硬座 这是我的学生证 硬座没有了 硬我行吗 硬我啊 有点贵吧 多少钱啊 你到底要不要啊 我 要要要要要 来 给你钱 五百零九块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那个小雷 你把你的票好拿好了啊 我说 你到底买不买啊 买 我钱包找不到了 你稍等一下啊 谢谢小姐 你的钱包掉了 要不然李川先借我一点好不好 回来还你 小姐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的时间了 这位呢 她的钱包掉了 有没有办法 不要紧 这样吧 排队也不容易 让她回去取钱再来 我给她留一掌 怎么样 谢谢啊 您太小心了 谢谢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自己想办法 谢谢 学生证 你怎么说不要啊 你说不要 我怎么回家啊 坐飞机啊 坐飞机不是还是要买票啊 再说 万一失试了呢 来 谢谢啊 我买两张 我陪你一起坐 不要 真的花钱呢你 我 我自己可以 都怪我 只顾着工作 没有办法好好地照顾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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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们先回去好好地睡一觉 然后明天再走 我行李还在学校 那就先去学校拿行李吧 嗯 走吧 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 当一下 谢谢 好好地睡屋 你 我想给你 我说是 我说是 我自己想把我 都买了 我说了 可以 你 我看你 ホテ 索 夜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我可以 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来 晚安 小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